昨天2月6号 熊猫基地和熊猫中心 一共34只熊猫宝宝 齐聚一堂 性格各异 千字百态 各显神通 这个场面真的是百看不厌了 每一只熊猫宝宝都好可爱 但是在这可爱的背后 全是兵荒马乱的场面 扯口罩的 还有抓头画的 这些一生烦顾的熊猫宝宝 它们真的是骨骼筋 各显神通 江总妹妹抱的这个应该是小敖拜 直接就趁机逃跑了 梅妈妈可是最会收拾小宝宝的 但是在她面前都是喊救命了 梅妈妈的眼镜都被打掉了 小宝宝的动作非常的精准熟练 看来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 这张脸一看就是小敖拜 而且梅妈妈的手套早就被抓烂了 单单看基地这边的熊猫宝宝出场就非常的有趣 这只的长相真的好有特点 好像是长得又老又小的 又潦草又霸气 这只宝宝是谁的孩子啊 果然是不同反响直接爬到奶爸的肩膀上去了 前面出场的饲养员看着抱着它挺轻松的 越往后面感觉它们就越来越抱不动了 梅妈妈这只都快掉下来了 最后这只宝宝应该是这一届当中体型最大的吧 莱妈确实是负重前行 神猴熊看起来都挺累的 这两只是不是圆润的宝宝呀 感觉跟她的姐姐长得很像 这两鲜眼包卧龙凤厨有谁认识吗 还有这只射孔宝宝 全程好像都没有露脸呢 C位不愧是C位 全场最稳重 最淡定从容的宝宝 这两是天下第一号 一会儿是在打架 一会儿又在说悄悄话 最后这三只是阶梯性的一个队形